很多的軍事迷 大家相當期待 就是今天海坤號出現了 好 請教他換哥 到底海坤號什麼厲害呢 因為這是國造原型艦 跟一般過去不太一樣嗎 對 其實你如果瞭解 世界上的世界各國的海軍 目前世界各國有能力 自行生產潛艇的國家 其實真的不多 我們知道的像美國 英國 日本 德國 法國等等 中國等一下再談 中國的案例比較例外 也就是說這些生產 能夠自己生產潛艇的國家 基本上他們至少都有將近 你就算從二戰算幾道 至少都有八十年以上的造艦經驗 才有辦法生產潛艇 有些甚至超過百年 那中國比較例外 因為中國當時從前蘇聯整套超過來的 那個比較例外 所以對於台灣一個 從來沒有生產過潛艇的國家來講 當時我記得2016年 蔡英文提出潛艦國造的時候 其實是被很多人笑的 對 不要浩大喜功 不要夜狼自大 怎麼可能呢 的確當時很多人都不相信 可能連軍方海軍可能都有人不相信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們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難 包括紅區的裝備如何取得 即使是非紅區的裝備 簡單來講 紅區裝備大概簡單的分 就是跟作戰有關的 比如說聲納武器系統 射控雷達等等 那非紅區跟作戰無關的 即使是非紅區的裝備 台灣都未必能做得出來 比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要 海空號大概是三千噸以上 排水三千噸以上 他比日本的清朝級 大概差不多大小 比昌龍級小 那三千噸以上的潛艇 第一個 你必須下潛到三 大概三百米以下的話 第一個 你的鋼板的抗壓能力要夠強 好這個中鋼有辦法做 但是你這麼大燒一燒錢 你不可能是一片鋼板 中間要焊接 請問那個可以抗水壓的無縫焊接技術 台灣是不夠的 這個時候你就要靠國外的技術來支援 而且據我瞭解 中間買採購很多設備是 同一樣設備 我們要同時找兩到三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中國一定會干預你 甚至有好幾次都已經談好了 設備準備要裝船了 突然對方跟你講 對不起我不能賣你了 他外面比較像他的船手 舰手地方用一個國徽的 這個帆布把它蓋起來 然後尾舵也蓋起來 然後船殼外面很多聲納雷達都蓋起來 因為那個都事關到軍事機密 那他現在下水之後 接下來就要進行駁港測試 然後明年就出海測試 順利的話 明年就交給海軍 最快二零二五年 他就可以加入海軍的行列 那我們的計畫是要生產八艘 那生產這八艘的目的就是 為了在臺灣的西南跟東南 甚至東北的海域 阻止中國的海軍出第一島鏈 形成對臺灣的包圍之勢 所以這個對於臺灣的 不對稱戰力來講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這兒下的努力道 對於臺灣的必然 臺灣的小艘 到底怎樣 可不可以 到底出海了 對於臺灣的 其實我們最終要 對於ue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有少神之